龙东时节 天山脚下 气温降至零下20摄氏度 新疆军区某防化团组织的实战化演练正在进行 这一次将重点对新进配发的某型燃爆弹和喷火弹进行全方位检验 在长达8个小时的演练中 每个弹种的操作性能和打击效果都要经受30多组不同环境 不同地域不同任务的数据验证 新装备在实战中的作战效能得到检验和认可 同一时节 燕山腹地 第82集团军牟旅组织的一场防化应急救援演练正在进行 防化兵利用新型探测设备对危险品泄露员展开探测 这款新型探测设备可以根据现场危险品的浓度 帮助防化兵在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迅速判定泄露员 同时 新装的防化检测车组和龙门洗消车组 也高效完成了相关人员和装备的染毒检测 防化应急救援就是和时间赛跑 能快一秒 人民就多安全一秒 这要求我们不断开展实战化训练 培养官兵过硬的专业处置能力和心理素质 这样才可能在最短时间内查明和妥善处置危险品 70年来 装备发展日新月异 兵种编程也在不断优化 如今的防化兵正在由支援保障向作战保障转型 在海军陆战队谋侣组织的一场岛礁夺控演练中 面对依托有力地形和坚固攻势顽抗的蓝军 攻击不畅的红防突击队员 果断向指挥部发出支援请求 依托活力掩护 王化连喷火分队迅速前出 对敌暗保攻势精准摧毁 成功为攻击部队开启一路 作为合成单元中的一份子 我们平时更加注重防化与其他兵种之间的融合训练 在推进兵种力量建设的同时 协力攻关兵种融合作战课题 只有真正做到钻纸成全 才能发挥出我们防化兵的最大效能 工逼克 守力劳 遮蔽 伪装 迷茫 对抗敌精确制导武器 反敌侦查也是防化分队的重要任务 京郊演训场 一场对抗演练正在进行 演练中 由我军院校专家自主研发的新型烟幕材料 实现了从可见光到红外毫米波的多频段复合干扰 这种新型烟幕材料 不仅能够同时干扰多种光电武器 而且特别适合于在现役发烟弹药 发烟车等特种武器装备中推广使用 将有效提升防化兵的综合作战能力 随着战争样式发生变化 生物防护分队作为新制力量出现在了防化兵的序列里 在第81集团军谋理 新型生物快速针减箱 媒介生物采样箱等装备器材裂装后 防化营官兵立即围绕生物危害防护展开了课题研究 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边研边训 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熟练掌握新装备 快速形成战斗力 战场上克毒制胜 和平时逆行迟远 2003年抗击飞点 2008年汶川地震 2015天津港救援 一直在持续进行的日移化物处置 每个面对生化威胁的时刻 总能看到防化兵的身影 我们就要在战场上 担负作战保障的任务 又要做和尘化师傅面前的 敢死队急先锋 如今我们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组织一次和尘化应急救援的演练 真正做到守战用我 用我必胜 防化兵刚成立的时候 我们只能靠收集缴货的器材 制作简易的防化装备进行教学训练 70年的风雨历程让防化兵得到了迅速发展 我军应对核生化威胁的能力也越来越强 希望全体防化兵同志宁心俱力 防化兵同志宁心俱力 人命令一所臣 防化兵施命命必打 相冒有望 风度亮点 请发现 祝防化兵 七十岁生日快乐 五个月 好